老佑,別忘了說,歡迎光臨 恭喜 謝謝,我覺得 我今天可能不用講,大部分就是 就是像Nancy講的 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的題目就是 數位性別麻瓜 積極學習語言模型,如何學出不同 性別間的情緒表現差異 那,在開始之前 我想先問一下大家 就是,今天是 想聽這場是 因為 對性別議題非常感到 有興趣的配方或舉個手嗎? 好 那,在這一場 演講之前,從來沒有聽說過 機器學習裡面存在 性別歧視這件事情 配方或舉個手嗎? 好 那,對語言模型或情緒 研究有興趣的配方 舉個手嗎? 好,謝謝大家 我先介紹一下 我是Toby 那,我是台灣人現在在東京工作 那,我已經隔離 玩很久了,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在一家電商 這家電商 加完美的快樂 那,在台灣可能比較 大家比較不知道,但是在日本 它是最大的C2C 市場 可以想像它是蝦皮 但是又比蝦皮大很多 就是我們的 欸,我今天沒有要來購商 但是 儲利的資料量非常大 就是 有在接觸 別的快樂嗎? 就是,嗯 基本上,我們現在有官方的代購 但是,還沒有實際 有破點的 那,其實 這也回歸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C2C的電商 個人之間的電商 跟B2C的電商有個很分子 上面的差異 你要跟賣家打交道 你們的東西如果寄來不對 記得過程中發生了什麼問題 或者是你付款的時候發生了什麼問題 這些都需要 都需要語言來記錄 不像是B2C 就是點一下了什麼東西就跑過來 然後不行就把它退回去 沒有這麼單純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機器學習要介入 這樣子的電商裡面 我們要去看 玩家跟玩家之間如果有糾紛的時候 能不能主動的 提供幫助 然後或者是說 玩家、賣家 比如說他們想取消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先一步的告訴你們 你應該怎麼做 類似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嘗試的部分 對 那,除了工作以外 我在MostDW 就是很多很多年前 整理當作職工 那在Costcom 前結後大概是 大概十年的職工 那現在在G裡面 專案Disfactory裡面 當Pole download很實實 然後今天那個 今天那個 電發案也有來 對 這是一個 愛球器的 打人家財務的專案 對 對 那在之前我還有做過 D4HG 就是Data for Social Good 這個 高雄火災風險地國典的專欄 那如果 等一下有 任何關於這些問題 都可以問 這樣子 那我的說論是 在做情緒研究 那 這個 這個演講呢 其實是我 最後最後一塊 發不出去的 Paper 把它擠擠起來 做一個 哈哈哈哈 可以念 對 所以 談到性別歧視之前 我想先 從這邊開始 就是 性別歧視這件事情 在以前 它長什麼樣子 那 這是一張海報 這張海報 來自於1914年的 英國 有貓抓老鼠找害 誰是 老鼠 就是 呃 女權分子 是老鼠 那官方就是貓 那 這個 時代背景是這樣子 就是 當時 呃 女權運動在推廣 呃 女性投票權 它不是一個 就在座的男性 這不是一個天大的事情 就是女生可以投票 這個 在21世紀非常 非常 非常那個 理所大人 哈哈 非常理所大人 但是 在20世紀 你是要被 當 當老鼠 抓來 咬 呃 呃 就是 這個 這個其實是女權分子 他們會透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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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這些貓啊 警察 就會把他們抓回去 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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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這麼一段故事的 對 呃 呃 我會把這張畫在最前面 是因為COSTCUP的頭影片都要有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這邊還有另外兩張齁 就是現在大家看就會覺得 哇這什麼就是很像笑話還是什麼的 現在看起來就覺得什麼在講什麼 但是在當時這樣的聲音在社會上都是左右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其實性別歧視這件事情是有一個演化的過程的 他在1910年長這個樣子 然後如果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1960年這個是美國的例子 這兩個都是美國當時很大的公告 左邊這個是Metrospan這個鎮定劑 然後它是一個電視廣告 那個空白就會這樣說 他整天承受照顧小孩的壓力 他不需要來個鎮定劑嗎 這個廣告有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說為什麼都是女生照顧 男生也很辛苦 男生也要照顧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為什麼鎮定劑可以這樣賣 所以當時是沒有這麼多對內容審查法規 就是一個自由的年代 那到右邊就更誇張 就是這是一個男裝褲子的皮靶 然後它就說中間的女生可以換成任何人 但是只有穿上這個牌子的褲子 你才可以當這樣一個男人 那這個在現代來看就是非常OK 你如果放這樣子的廣告出去就馬上被拉死 可是在當時這樣的聲音是主流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性別認知 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它在每個年代有它自己的樣子 像極愛情之外 有一些人就是說他自己很舒畏 然後還會行銷 但是其實他又很復古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中 我們現在來看就是在這個什麼都AI 什麼都deep learning 什麼都machine learning的年代 機器學習出來的語言 也會學成性別蠻瓜嗎 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2011年的Google search 然後我們在上面打 這是一個沒有個人畫搜尋結果的情況 然後如果你打blackgirls 就是黑皮膚的女孩 會跳出什麼東西來 有沒有人要猜一下會跳出什麼 還沒有看過簡報的人 有沒有猜一下 會跑出什麼東西來 黑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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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時候還沒有黑皮膚 太吵了 太吵了 這次會跑出黑皮膚 第一個搜尋結果就會是黑皮膚 就是色情網站 我們現在還是有在做這個研究 就是做這樣的嘗試 就是如果你搜尋Chinese girl 你會看到范范范范的照片 你如果搜尋Tavenese man 會有高意想 他們都是某一種典型 你可以說這樣子就代表性別歧視嗎 可能不盡然 可是你想想看 11歲的黑月的小女孩 她搜尋blackgirls 該長怎麼樣的時候 她會看到這個 對 那 這個在20 這是2014年 UIEC的一位教授的研究 那通報了Google之後 在2016年才開始有這個 18禁的改善 改善 然後 到2014年的時候 你在搜尋 Why are black women 為什麼 黑人女性 這麼 這麼 怎麼樣 那個 UIEC的叫做 氣到直接把這個搜尋結果 當作她書的封面 就是 為什麼 黑人女生 這麼易怒 這麼吵 這麼接 這麼誘人 全部都是負面的形容詞 對 雖然 她以此為提 做了一些研究 甚至出了這本特果書 叫做 就是 壓抑的也算法 然後 搜尋引擎 怎麼強化這種 族群意識 那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但是 Google到2018年才開始 針對這樣子做改善 就是 你如果現在搜尋 她不會 比如說 Why are black 她都會有 呃 關聯詞 到Black Woman之後 她就會停止跳 關聯詞 她會把這個動作 關閉起來 那基本上這不是 極其學寫的結果 這個是 呃 一些 她的規則 你符合她的規則的時候 她就會把 呃 這樣子的那個提示給關掉 對 就是一個很暴力的解法 但是 最少 最少不會長這樣 不會長很多很多問題這樣 那這中間花了四年的時間 這個 在這個 社會學教授 Sophia Nobel 呃提出這樣的問題 提出這樣的質疑 都夠 花了四年的時間 把它修掉 好 那我們到今年喔 我們再來搜尋一下 如果你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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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跳出什麼 就是 還是會有 這樣子奇怪的結果 就是 他 他 他 就是 英文教授 所以 不能有 這個世界 你看到就是 這個世界 而且 不太能看得到 女工程師 跟男英文老師 這兩種生理 對 那 呃 講到這邊 可能 大家覺得 這只是一個搜尋 這是一個 輔助你的東西 它並不會真的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 如果今天這個模型 是拿來做自動生成 是拿來做 呃 寫文章的模型 這時候 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他 永遠都只會寫出 East and Nanjingian 這樣的文章 或者 She is an English teacher 他不會有 其他的可能性 好 那 再舉一個更幾段的例子 就是 我這邊沒有放上來 呃 最近有一個新創工 世國新創工 是 Urban告訴我的 就是 Gendrify Gendrify這間公司 他在做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很多電商 很 想盡辦法 收集你的個人資料 推給你廣告 猜你要買什麼 那 呃 但是與此同時 比如說他只有你的名字 他都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 好 那 呃 這件新創工說我做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告訴我名字 我就猜 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就只做這麼一件事情 然後 可以 可以 就是 推到整個 戲谷圈的人都知道他們 然後 他們的服務商信 一個月就關掉了 因為他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像Toby就是一個中性的名字 女生男生都可以用 如果你打Toby進去 他可能會告訴你是女生 可是 如果你打Dr.Toby 他就會告訴你是男生 對 就一個這麼 我覺得 覺得好像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他其實 很嚴重 好 那我們這邊要探討的是 是誰教壞了語言模型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那 我這邊要簡單的介紹一個概念叫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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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會丟很多語料 非常多 就是我們 呃 維基百科啊 或者是Google上面 爬下來的文章 人寫的文章 那這些文章 會是比如說 As a man king of the rules 或者是 Cree Elizabeth is a tough woman that rules 你會看到有很多很像的字跑出來 那 呃 這邊就是 我們會讓模型不斷不斷讀這件事 然後 會讓他做一個像克洛茲一樣的 呃 任務 所謂克洛茲就是說 我們今天把King挖掉 然後只給你 呃 A man rules 然後 他要把這個填上King這個單字 那如果你填Queen呢 他就會 他就會 告訴你這樣是錯的 因為 A man告訴你 這是一個男生 所以 Man跟King有某一種關聯性 那同樣的 Woman跟Queen就會有一種關聯性 那 如果我們 呃 呃 我們可以把它講 呃 簡化成這樣子 就是 男生是於女生 近似於國王 是於皇后 那我們在下段空間表示這個 這樣的關聯性 就會是 呃 man 平移一段的向量 會到woman 那King 平移一段向量 也會到create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好 那我們在呃 動詞裡面也可以 找到像 相似的關係性 就是walking 平移一段向量之後 會到walk 就是過去式 那Swayman就會變成walk 好 那這個在2013年就是那個 那個Miko Miko 發表的時候 震驚了全世界 因為呃 在以前這些 就是主要有兩大流派 一個是非監督學習 這個就是非監督學習 他是沒有答案的 對 那呃 非監督學習派一直是屬於弱勢 一直到這個worded mapping 出來之後 呃 完全改變了大家研究的方向 然後所有做rural base的人 就幾乎全部都消失了 大家就 投入這個worded mapping的 的研究 那你剛剛看到搜尋引擎 基本上也是這樣子跑出來的 呃 為什麼搜尋引擎會這樣做 因為它向量化詞義之間的 語意距離 就是很靠近 在向量環境裡面很靠近的字 它有某種方形式 對 那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搜尋引擎 就是跳給你的方形字 也是這樣子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想見就是 他之於他 男生的他之於女生的他 會等 會近似於工程師之於英文老師 可是這邊的問一點就是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怎麼會這樣呢 你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就是覺得男生的他一定是 一定是工程師 女生的他一定是英文老師 這中間就是 呃 我們未給他的語料 告訴他這件事情 潛藏的告訴他這件事情 你會想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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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 會在網路上面的語料 出現很多次很多次 那 多次到 這個相關的空間被扭轉了 被 那 他跟 工程師的距離 要比英文老師的距離 要比 很多很多 所以 與其說 語言 模型 學壞了 倒不如說是 我們未給他資料 未給他語料混 所以就潛藏了這種 這種 呃 帶有歧視的意味 對 那 呃 呃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 呃 呃 這個研究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是在 後面很多人做 呃 呃 呃 路區類似的研究 我是 這邊的第二 發現這個人 發現這個問題的人是2016年發現 然後到2018年 呃 那個 這個 韓國人 呃 今後 他在 呃 EMNLP的時候 發表了這個 呃 解決的方法論文 然後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超酷 酷的點是 這是香港大學的 研究 他是香港大學的 博凡生 然後本身是一個韓國人 這個組合很有趣 就是 通常這 這幾個都不是女權 不 不是 體商性別 平等特別好的地方 但是對於這樣的一個題目會 覺得特別有趣 我覺得 多多少也是因為 你在一個 嗯 女性比較受壓抑的 的環境下面 比較容易看到這樣的問題 好 呃 他看到這樣的問題之後 他怎麼解決 這樣子 我剛剛說的就是 呃 he跟engineer比較近 然後english teacher 比較遠的問題 他首先呢 先先定義一個 性別中性詞 那我們這邊拿 babyseater 剛剛當一個 呃 性別中性詞 babyseater就是前一個例子的 很像english teacher 這樣子 都是連女生比較近的詞 可是 呃 我現在知道這個 相當空間已經歪掉了 他學壞了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糾正他 我們就 呃 我們就把那個位置 我們學到的全數呢 重新 重新把你拉回去 我就是重新告訴你說 babyseater到女生 跟到男生的距離 應該要一樣 你要想辦法幫我 矯正回來這件事情 嗯 對 他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很 有點暴力解的方法 但是把它拉回原本的相當空間 重新去改他相當的位置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呃 這個其實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 比如說 你這邊自己盯了 性別中性詞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有誰可以被放進性別中性詞 比如說 呃 engineer啊 English teacher 這一些 他 有些人覺得他是性別中性詞 有些人覺得他就是 對 或者比如說 nurse doctor 這些例子 好 然後我們要再來介紹 除了那 我們剛剛提到性別中性詞的問題之外 還有 他被拓展到其他語言的時候 會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在日語裡面 日語裡面第一個例子比較簡單 第一個例子就是跟英文的語境一樣 就是 kanojo ko kadeshi 他們在 他這邊難的點是說 你如果斷詞的時候 把筆都斷出來 把漢字的筆都斷出來 那個筆女不會被當作是 不會當作 she 不會當作同一個 token 所以那個模型就很容易被困擾 對 那但是這個還算是好解決的 就是他就是一個代名詞的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就比較難 第二個的話是 同樣是都是我 都是第一人稱的我 所以說 a dasi通常用在女生身上 他近似於 中文裡面的人家 所以 通常講a dasi就會 假設你是 比較 凝柔的人 或者比較是女生在用a dasi 然後o le 就是比較稍微粗俗一點 比較 比較 強硬 然後通常是男生 才會用o le 然後 嗯 這兩個 問題點就在於 如果你跳 a dasi的時候 他跟 engineer 跟 o le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一個 他一定會被扭去掉 那 他能不能也當作是性別動物質 然後這些例子你要求聚多少 才有辦法完全 角色這樣子的性別差異 好 然後 除此之外還有更難的是 比如說 文法 在文法上面呢 日語裡面有兩種命令型 就是強迫對方去做某些事情 分別是しなさい跟しろを 那通常しなさい就是女性在用 然後しろ就是男性在用 那 嗯 這樣的問題 歸根結題 你沒有辦法完全的警調他 然後 原因是出在於這種性別騎士已經建立在語言文化上面 他沒有辦法 呃 說しなさい等於 或近似於しろ 他們有一種 呃 しなさい會帶有一種 比較微外 然後 如果男生講的話 可能是一個下對上的關係 所以這個語經會變得非常複雜 你很難簡單的把它拉回去 然後就說 呃 這邊沒有任何騎士 因為他們有前台詞在後面 他們有 他們 就是日語所謂的空氣在後面 然後讀那些空氣出來 才有辦法理解它是什麼意思 好 那 呃 日文方面沒有人做這樣的研究 就是也不意外 呃 只因為你就是沒有藍牌 你就要被投了 對 那 這樣的環境 你要去期待他們 去花資源關注這件事情 是很難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德文 呃 德文裡面呢 還有一個更麻煩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定罐詞 他們的或不定罐詞有陰陽性 他們的呃 比如說一個或者是正德 是有陰陽性的 那 這個陰陽性呢 在人身上沒有問題 就是會有男生的醫生 跟女生的醫生嘛 就是沒有問題 可是 以字 永遠都是陽性的椅子 不可能有陰性的椅子 所以當你呃 把英文的邏輯放在德文上面的時候 你就會跑出來最後面這一個陰性的因子 然後 那個 我記得 就是我在ACL 呃 這個研討會上面的時候 ACL跟EMNLP 呃 是兩個最重要的自然語言的研討會 那我在那個研討會上面的時候 那個 那個 就是德國老師 他就是一副覺得 啊 英文解決好像都沒有事了 可是放在德文上面明明就很多事情 他就一副 幹嘛呢 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嗎 這樣子的態度 對 然後 這邊也就還有一個很有趣的點是 他是少說ACL裡面 不是在做Deep Learning的東西 他用一個傳統的 統計學的方法來解決這件事情 對 那 他基本上就是在算 這個 這個主詞被放到 然後 陽性的時候 機率打不打 或者陰性的時候 機率打不打 然後在床廳 叫對那樣子 就是平衡回來的解脫 對 好 到這邊 大家有問題嗎 有問題可以先問一下 或者有想要去上廁所現在可以先去 那中文遇到什麼問題 中文遇到的問題就是中文沒人做 哈哈哈哈 對 中文遇到的問題 對 對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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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快要比英文還前面的研究 然後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這些研究後面都是 大財團在撐 因為很厲害的 就是很大的模型 基本上不是隨便誰都可以訓練出來 都可以跑出來的 就是 所以你必須要先確定他有上面價值 那 就你很難 很難說服你那上面的人說 這件事情有做得必要這樣子 對 有一種可能是說 因為我們 我們台灣是一個 法國 一方面可以說 重領多輕人文 但一方面是我們把理科 文科 從高中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寫掉 然後就切掉 就變成說 我們學社會科學的人 不學一學 我們當然也清楚有性別歧視的問題 我當然都知道 可是叫我們用一個 在一個程式裡的正規表示失去 出去這個時候 對不起 我們素手不測 就沒有人這樣 除非說 現在跨裏預診可能研究越來越多 可是 可是這個東西 在台灣還沒有什麼一個氣候 嗯 好 在你講的過程中 突然想到中了 為什麼沒有人做 就是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我們常常把男生的他跟女生的他混動 比較少人會完全的分開來強調要寫女偏旁的他 然後 可是 因為 第一個方面來說 就自行上來看 女生男生都是人啊 所以人偏旁不一定都是 是代表男生 對 所以在中文上面 就比較少人做這件事情 對 那你講的問題也有 然後我們後面還會提到 對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可是我也沒有看 在上去 噢 就為什麼 為什麼明明確認 他第一次 剛才在德國裡面 一起一次 我也一起一次 他怎麼會在這裡 幫你帶回去 噢 一個是說 欸我這邊寫錯 沒有我 第一個這邊寫錯 好 他的問題是說 那個 模型啊 沒有辦法知道這個東西是 他會覺得這是名詞 這也是名詞 所以我換的時候 我都一起換 對啊 如果是說 因為 那個時候 就 他應該其實有兩個性質 和一個女性質 或重性質 應該他在 他在 那個 簡單的樣子 他會 就是 他應該兩個字連在一起 所以 會被拆開啊 你說這個 罐子 跟名字 對 兩性性 一性 萬一 可是他 他醫生 換的時候 也是會換 就是 所以他沒有辦法知道 後面這個是醫生 醫生有兩性陰性的差別 然後 椅子就沒有 兩性陰性的問題 喔 醫生 對對對 醫生可以換 然後椅子不能換 這件事情 對對對 但模型沒有辦法知道 對 對 但模型沒有辦法知道 請問一下 就是 剛才那個 有一個黑的 如果 有一個 關鍵詞 然後他也 順便去收集 那白的會出什麼 關鍵詞 會不會其實 很白的 都是主要的那些 他有 他有 他的研究領域比較 講的比較完整 然後我們這邊只是 一段出來講 他事實上 還有一個 也講的蠻有趣的 對不對 從 就是 小 女生就開始玩發肚子 玩發肚子 好 我們 看到這邊 我們要回到 就是 情緒研究 就是我們 研究室的領域 那 基本上 情緒 我們之前去偵測 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有一個 我有一則退文進來 就說 我只想回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回家 就是 我想要回家 然後我就猜他 八 這八種情緒裡面的 哪一種 對 其實這件事情很難 他有點像是在算命 呃 因為情緒是我們大腦 呃 我們大腦經過 運算之後的結果 我想一想之後 然後我們覺得 我要做什麼 根據我過往的記憶 還有 根據我的個性 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才有這樣的情緒 所以他不會完全的 表達在文字上面 這是因人而異的 每個人 就是 我讀到 我只想回家 我會覺得他是不是有點難過 還是他已經生氣了 他其實需要更多語經去幫助這件事情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深度學習 還沒有辦法完全解決這件事情 他其實 就是在算命 那 呃 呃 我們 我們 在錯 我們在做 錯誤分析的時候 我們會 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例子 比如說 呃 我只想要回家 然後 那個模型就會說是生氣 可是他其實不是生氣 他的答案是 就是那個 我收到的答案 那個推特 寫推特的人自己 自己說他在難過 他沒有生氣 那 我們一直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 這件事情我們覺得很 很直覺啊 我只想回家 應該是比較難過吧 應該是 應該不會生氣啊 然後 我們 再去找了其他類似的例子 然後 發現一些蹊蹺 就是 第二句是說 可憐 癢 只要回家休息 數千數六個月了 對 然後 那就是 然後 然後 他應該說 我要離開回家 整個中午都炮燙了 他還一個點一個點這樣分開了 然後 我還是生氣 那我們再回 倒回去看 呃 這些推文有什麼 共同的特性 我們發現第一則是女生血的 後面兩則都是男生血的 那 在生氣這個情緒裡面 男性的樣本要比女性多得多 那 這個不是 呃 我們臭樣的誤差 或什麼呢 其實 這是一個很 這是一個 其來有自的事情 就是 女生在 從小 長大的過程 生氣這件事情 是被壓抑的 可以看到 小男生在路邊生氣 然後媽媽說 啊沒關係 他氣一下 他就會過 可是女生一鬧脾氣 就覺得 會這樣 對 所以你覺得 這是你做 你做的研究 對對對 所以你覺得怎麼做 就是去 譬如說推特上去買 找一則 找一則 對對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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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去問這個本人說 你剛是幾個情緒 然後你是什麼情緒 他其實寫的時候 他會有 比如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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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做 主觀的情緒判斷 因為一般 因為一般 如果你要去找 什麼 一句話的一個情緒 的話 通常如果是一個文章的話 他會去看什麼 他的前後 對對對 然後去判斷說 這個 這個段 如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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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其實 有一些太短的我們 好像第一五個字 以下 我們會怕清掉 然後這一定是一個 對 他 食物上面的一個慣例 對 對 我們的訓練 只要裡面會 但是我們 就是 對對對 就是 我們訓練的時候 是有收集他的答案 對 然後那個性別的部分 是我們再回去 反對 所以我就是 偷偷去看他的那個 帳號是誰 然後去看好他 然後去看好他 沒有 所以在 做這個 你的訓練的時候 你直接跟他 講信念 很少會看這個 音訊然後去看 對他是男性 這個其實是 沒有耶 這是我們偷偷來做 就是我們實際上是有幾組人 然後 我對 那個性別的一組的人 很有興趣 然後我說 欸那電子在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 然後他那邊是有 反對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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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邊是有收集性別 那會不會就是產生 不是 男生 或是他已經 不具有一種 瘋 就是 他會一直 他會一直 會反對出來的情緒 然後去 你說干擾那個結果嗎 沒有 他們是不激情的情況下 類別 什麼的 他就是都是公開的推文 對 那如果請問一下你們對於那種 複合性的 因為像是 這種 生氣跟難過有時候會是 複合疊下的狀態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點 還是單純就只是看HT 喔 我們單純只看HT 那他如果標兩種情緒HT 就會 就不用了 那如果他不是用那個字呢 像是可能 不是用angry 做為生氣的標誌 我們會有一個Mapping的標 這個Mapping的標 就是 大概叫做很多標 我有參考其他研究 其實他已經發表的研究 然後加上我們自己找到一些 不是很科學做吧 這個標誌 他是不是很顯顯的做法 各式社會對情緒 對照 就是會很貴 因為可能 你要訓練的算 可能要百萬折升 每個情緒都好台灣 所以這樣才 才訓練的出來 對 好 那 喔 所以這邊我們 我們這個研究有個局限性 就是性別只能二元分 就是我們只能分男生女生 這是我們那個研究的前提 我們 並不是覺得性別只能分成兩種 但是我們目前就只能分成兩種 所以你們做出來的結果是 男生有一個男生的 對 類似這樣的想法 我們後面會講這樣子 那 對 那時候我的女神啊 她 她在某一個 我忘記是 我研討過上面 她 就是講 這是 應該是女科技人年會 然後這是一個 就是 一些女性高速 她們串聯起來的一個社群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那個 陳一騎老師 就是我的女神啊 她就跟我說 她是討厭我家女神 但是 陳一騎老師 她就說 她就說 我想只是站在女性受害者的角色 我想要正視性子之間的查 然後 她 她講這句話的前面 其實是 台商正在講 Siri 最初版的Siri 便是男生的主居多病女生高 然後 這也是因為 她們搜集的Data失衡 就是 她們的訓練資料裡面 男生的聲音比較多 女生聲音比較少 然後 她們當然後續有 有在教訓這件事情 然後 包括 Mozella Foundation 她們有一個 Open Voice的計畫 來搜 世界各地 各種語言 各種性別的人生 那她們想建立一個 比較 更大的 就是 Open Data Site 然後 就是 海牙白穿衣 這種概念 這樣子 那 我覺得 老師講的這件事 你是 是有道理的 你不能一直覺得 就是 好像 在AI裡面 女生就是被壓力 可是我們要怎麼看 為什麼女生會被壓力 這 中間的差別 到底是什麼 好 我覺得她是一個 務實的性別研究者 就是比今生走的 還更前面 這樣 我們 我們 我們的方法 其實她是有一個 有一個 句法 就是 我們不是把 一個句子 拆成幾個字 我們看字 跟字之間的關係 是什麼 那我們把一些 連接詞跟 內容詞拼起來 變成一個句法 那在這個句法裡面呢 我們 去看說 男生跟女生 比如這個例子是 表達生氣 在講生氣的時候 女生會比較常用到 比如說 呃 people mention people retweeting 或者是說 呃 我的誰啊 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我的季母怎樣怎樣 然後或者是說 one reason one conversation one hesitation 就是 我為什麼會生氣 這些 這些句法都是拿來解釋 我為什麼會生氣 那 跟男生的句法 就有點不太一樣 男生的句法就是 你可以看到有 一樣都有情緒詞 情緒的字眼 但是 男生的就更 直接一點 然後 就可以用髒話啊 然後可能也有 很荒謬啊 覺得好像 病態啊 或者是 arritating啊 這些 這些字眼在裡面 對 那我們發現 呃 表達情緒 這個其實在心理學上面 也已經有 很久的研究 就是 男生跟女生表達情緒 對方不一樣 那 可是模型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們要怎麼 讓模型知道這件事情呢 我們這一開始 其實做了一個 呃 從這句話 從一句話去猜 你是男生 還是女生 對 那 其實猜得很 很不好 就因為不好猜 就是短短一句話 你就要猜 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這樣子 這件事情很難 呃 我們的方法大概只能猜到 0.62 的 accuracy 就是 就是隨便猜 還有0.62的機會 就才做得到 對 就比亂猜 好一點點而已 那 呃 我們有去看 呃 前面研究員 就是Martin Sun 他在 呃 MNLP 2014年的時候 也有發表過 呃 他們把幾折 呃 email 黏起來 比如說黏五折 黏二十折 然後黏 越黏越多的時候 他就越 越能知道對方 是男朋友的女生 對 那 嗯 好 呃 我們學 我們學到這樣的模型之後呢 我們把 這樣子的性別特徵 黏回去那個 情緒模型裡面 所以你們可以想像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層 這 深度學習的模型裡面 有一些層 他在處理情緒的部分 有一些層 他在處理情緒的部分 有一些層他在處理性別的部分 他多了這個性別的特徵之後 他會不會改變他預測的情緒 對 那我們 結果 結果就是我們為什麼發布情緒的原因 因為他比 純的情緒模型 只多了2%的準確度 然後 不是所有情緒都變好 有一些情緒還變差 對 但是我們把變好的部分抽出 把它看 那 呃 比如說第一則 呃 I'm sorry but I refuse to clean it around him 就是 對不起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幫他親東西 他不是小孩子 我不是他媽 呃 好 這一則呢 所以一開始 那個純情緒模型的時候 他 他認為這個表達情緒的噁心 那我們回去看他的那個全數 就是對每個句法的全數 我們發現 他 那個模型只讀到了 呃 這一句 只要有呃 都是噁心 對 他沒有讀到 那前面他說了什麼 他就覺得最後面那個最重要 然後 呃 我們把他丟進去裡面之後 發現 其實很明顯 他就是 寫的人應該發的意思是女生 因為他想用 他寫了he嘛 對方還用he 簡單的意思 所以 呃 之後這件事情之後 他重新看到了一些句法 比如說 refuse to I'm not a baby 反而 的全數變小了 而這個句法不重要了 那他最後 呃 就認為這個是神器這樣子 那跟我們 呃 真正答案是不一樣的 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 呃 變好的意思 然後或者是我們剛剛講的 I just want to go home go home 是angry 可是呃 呃 somehow 那個模型覺得 這是一個女生講的話 那 這是一個女生講的話 情況下他 反推回去看 I just want to 這件事 那 I just want to 這個就比較偏向sandness 比較偏向難過 那他就重新校正了這件事情 對 然後最後一個例子 就是我原本有放到我的論文裡面 然後老師就說你給我拿掉 他就說 你放這個例子 口尾老師 只會記得這個例子 只會記得sex without comment 哈哈 你覺得口尾是什麼人呢 對 然後 然後 這個例子呢 那個 原本的情緒模型 只看到sex without comment 這件事 然後就覺得這是信任 對 那 反過來 模型知道這個是 因為他後面寫的一個 所以 比較有可能 這是一個男生講的話 那 呃 他就說你看 你的第一個 這件事情 然後把它 調整到 生氣 但是 其實這個不夠 不夠可選 我挑了很多很極端的例子 那 但是這個 這些例子 是那個2%裡面的 就是 他其實還是有一些 原本對的 然後他反而把它猜錯 多多了情緒 多了性別之後把它猜錯 所以這個結果其實不夠 不夠 收了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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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 幸福人 所以 這是為什麼那個 Paper沒有發出 但我覺得 我相信這個方向是 是有趣的 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然後 這張大表是 我們去看說 左邊是 那個 性別情緒模型 預測的結果 那 右邊是原始的情緒模型 那 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 女生的 神器 是帶著驚喜的 它其實是 一個混合的過程 然後 男生的驚訝是帶著不安的 那 這件事情 是我們 暫時沒有辦法解決的 就是我們選擇了 禮善情緒模型 所謂禮善情緒模型 就是我分八大類 然後 每一類跟 每一類之間都是獨立的 這樣叫禮善的情緒模型 那事實上還有連續的情緒模型 然後 它就是看 avolence 跟arousal 就是看你 正負相情緒 以及你情緒的 起伏的強度 跟大小 這樣子 那 可是這種模型 是比較難標 你很難收集資料 就是你很難說 比如說 我今天如果有兩個hashtag 那我就算 它是 它是一般的 angry 跟一般的 sandness 這樣子合理嗎 這樣子是科學的嗎 這件事情很難做 所以 比較少人處理這些事情 嗯 比較少人 拿 連續模型 然後放到 別人的方法裡面 因為就會很難跑起來 你要怎麼收集到那麼多 對 這樣子 好 然後 最後呢 我們來 回到我們題目來說 就是 我們要怎麼看 人工智慧跟記憶學系 裡面的性別議題 其中一個當然是 我覺得 除了 除了要續起事話 或是你要注意這些事情以外 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的模型 到底能不能 跟你一樣 很明確知道 性別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然後 更重要的是我覺得 做 做後面這一段呢 讓我覺得 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都 多多少少可能 多挫班 國班 然後知道就是 國科會計畫 科技部計畫 是什麼樣的 就是作文大賽 然後 就是會 你要花很多時間在做 然後開很多會 但是不知道在幹嘛 對 但我覺得我很幸運就是 跟陳先生老師然後做了一個 我知道在幹嘛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就叫做 Gendering Science and Tech 那他們 根據 這本書 就是去編 女性在 科技學習啊 然後就業情況 有沒有逐年的變好 有沒有逐年的產率變高 那 而且這樣的 就是 這比較重要的意義是 他可以跨個比較 那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 也有得到科技部的資助 這樣子 然後就 建了這樣子的 統計資料庫 那 出 除此之外呢 就是 因為我 就是還算蠻幸運的 就是參加了 自己 Paper Fabial 在EMNLP 然後 公司還有資助我去 ACL一次 就是 這兩個都是非常非常難發的 研討會這樣子 那 在研討會上呢 就會有很多的工作方 那 比如說有一個工作方 就叫 Create AI 那 這是 很多很多 就是 Facebook啊 Google啊 Amazon 輸錢到這個社群 那 只要你認為 我是性別少數 你就可以加入 這樣 這個社群 那這個社群呢 他就是 就是 一方面他會 他會幫你工作方 然後他也可以收 Paper 那如果有比較 像這些 是重要的 性別研究 但是在大的 公司發不了 那你可以發在這樣子的 工作方裡面 那另外就是 他們還有提供一些 性別相關的研究啊 然後還有一些 講 註學金啊 包括就是 就是贊助你去研討會 或者是學生 然後你都是 自己認為自己是queer的話 你就可以盛行 這樣 那我覺得 這是蠻重要的一點 就是 如果你 永遠都只有 直男 關在實驗室 做出來的研究 就是 就是會長那樣子 就是 他會脫離現實 因為現實社會 就是一個多元的狀態 如果你的圈子 也都 那麼小 然後只有那些人 可以進去的話 他 他出來的應用結果 自然而然就會長那樣子 對 然後 嗯 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是 我們 回去看剛剛我們就是 怎麼 怎麼判斷這個模型 預測的對 或不對 他就是一句很死的句 那個句子 如果你改幾個字 說不定模型 預測的結果就跑掉了 那這個 你 收了 收了知道量 到底夠不夠多 夠不夠 齊全 這件事是有關係的 那 這篇Paper很新 這篇Paper是 ACL2020的 他是 BestPaper Winner 這樣子 然後他叫做 Checklist 這是 Microsoft的研究 Microsoft跟 學校的研究 就是很難得 微軟會出這樣的研究 因為通常微軟的研究 都 就是 無聊 都在點模型 然後就 哇 我有很大的機器 很棒 然後就 亂疊一個 然後就說 欸我測出來的Google好 好啊 去除你啊 這樣子 這個工具很有趣 這個工具他分三種類型 就是說 第一種類型是說 第一種類型有點像劇法 就是 We will I 然後一個負面的詞 正面的動詞 然後 the thing 這樣的劇法 套進去這樣的模板 他每一次的 呃 運算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正確的 然後我剛說這篇是 Microsoft的研究嘛 所以他去測Google的 他去測Google的那個 就是Semantic Analysis 就是說 我這句話丟進去 然後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情緒 正面中立負面 然後 他的例子說 我不 我沒有辦法說 我很推這道食物 對 他有一個負面的負面在 然後 預期是負面的 可是 那個 Google的 Semantic Analysis 出來是正面的 或是說 I didn't love the flight 那 結果是neutral 因為 didn跟love 他不知道 哪一個比較重要 然後 還有這個很短 這個句子也很短 他沒有一個語錦 在後面 對 那這是 A類型 就是用句法 那 B類型是說 欸 我看不到現在幾點 還有 好 好 那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是說 這個例子是說 那個 at American Air American Air Thank you we got a different flag too 他原本是Chicago 然後變成Dallas 兩個都是地名 一個是芝加哥 一個是Dallas 然後 他的預測結果就跳走了 原本是正面的 然後變成中性的 那這個模型其實就不為定 為什麼去芝加哥是正面的 然後Dallas 就變得負面 對 然後 另外一個例子是那個 維京 維京航空 就是 呃 我沒辦法 沒辦法弄丟我的行李 然後我要從 呃 我要去巴西 我等一下就要去巴西了 然後這個是 呃 這個是 中立的 就是不代表任何行李 可是如果把巴西換成土耳器 就變 就變負面了 對對對 真的沒有道理 對 然後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測試方法就是說 我有一個句子 然後我在上面 再加一點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不會改變原本的意思 但是他結果還是會跳走 比如說 呃 American Air Service 然後 這樣子是 這樣子是負面的 然後後面就說 You are lame 就變負面 就變中立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變中立的 然後 呃 對 這樣子的工具呢 我相信是 未來的趣事 就是 真會比較 呃 真會比我們 就是丟個句子進去 然後告訴我 這是正面負面 還要更有意義的 多 更接近 餐品的 食物面 對 那這片 paper 其實就是上個月才發表 對 然後 這個是我覺得有時間可以講 但是我們可以先問一下問題 如果大家有問題 就是 什麼問題 有問題 一個是說 剛剛說有一些 你加入那個 進別的那個 推導 然後 然後 有錯的點對 但是會有一點對的變錯 我們看怎樣是對的 有沒有人性變哪些人 對著變錯 對著變錯的大部分都是 根本人眼也看不出來那個 到底是男生寫的還是女生寫的 所以他就猜了一個 性別不理 對對對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各個情緒的分布不是均衡的 然後有些例子是那個 譬如說不安啊或噁心這些 樣本數很少 所以他只要看到幾個字 他就一定會覺得那是噁心 對對對 有一些這樣的狀況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就是你剛說你的一個方法 是用耳機器的情緒 來會把它收入 可是會不會說就是在使用耳機器的 這種東西上面 我自己的印象就是 但是好像男生是比較少那樣 情緒去玩耳機器的 嗯 那所以你就會變成 那你就是 你用情緒去耳機器的 或是你女生 那這樣會不會有時候 會影響到我們收集性感 嗯 是有可能 有可能 就可能也是一個 去耳機器的成長相當 嗯 嗯 那這樣子的也就 應該是收集 社群網站的 那是不是也就無法再推導到 沒有再使用社群網站的 或者非推特的用戶的用戶狀況 嗯 那對於這件事情你們是怎麼看的 你的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要預測的東西 不是來自推特 是別的地方的話 或者是說 就是 那個人就喊說 對不對 或者他不用社群網站 然後他講的話 能不能被預測 對對對 就是要 呃 要回過頭來說 就是 他講的話的內容 跟推特 呃 一不一樣 就是比如說 舉個例子 比如說 你把小說的 我幾句 那個 裡面的人講的話 放進情緒模型裡面 看他會不會對 他可能不一定會對 那看那個小說是什麼時候的小說 還有他用文字啊 他講話的方式啊 他這些 對 對 對 我會很好奇說 像你們的家裡 你有沒有講 對 文族跟民族之間 那他們自己有護照 嗯 可以大概有人數一下 你有沒有想到 嗯 嗯 嗯 我覺得 陳先生老師的時間是 是一個比較出國的時間 他跟其他清大的時間 那 嗯 嗯 比較 很很 獨特的地方在於 他收學生的時候 他就很要求 多樣性這件事情 嗯 就是他幾乎什麼人的背景 他都收 像我自己大 我都忘記 我自己大學是念經濟的 他也收 他也不會 覺得你不會寫成就不可以進來什麼的 相對於其他 有一些實驗室是 比如說 嗯 他會 要保釋 然後要盤子血統 重駐純症 就是他學生那些念經濟的 這些事情 對 嗯 我覺得 李先生老師他自己就是 在這方面比較堅持 對 那 也造就我們 實驗室是比較 比較 嗯 不那麼理工 好像 沒辦法會做得多嗎 多是 嗯 不一定多 但是有 就一定會有 嗯 然後 就是 嗯 比如說 因為我們是 支應所跟 子宮所一起用 一起用一樣的資源 找一樣的老師 進一樣的實驗室 有些實驗室 就會不願意收子管系的學生 或者是非 非子宮 非電機異業的學生 那我們就沒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 嗯 我們這邊的話是有 譬如說 春宏寄出來的學生 或者是有 嗯 其實我跟妳講一下 就是經濟系 然後我後面還有一個經濟系 因為 等一下 英文系 在中間叫做 英文系 然後 收音 嗯 就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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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收學生的狀況 就是 資金所言 比較容易收 非子宮系的學生 對 然後 他也可以用特長生進來 對 對 我剛會教會是想說 這樣子 主生 去 解決是 因為 到了這個環境是 太少 不過 你的樣子太少 對 嗯 嗯 但是我工作上有 比如說 有一個 呃 西孟講過超強的 呃 大師 他本身就是 東大 呃 歷史畢業 呃 英國文學跟歷史畢業 再一個問題 再一個問題 對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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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說 剛剛 就是他會看 男生跟女生的 用姿勢 有些男生 比如說男生比較興趣嗎 那 像話 呃 會不會比如說女生 然後 就是他女生發動什麼 性戀 之類的親自用姿 然後 出現了 就是 幾兩頭 嗯 在這個最後一層的節目 他們其實不是 一定是男生女生 他是一個 哦 那邊結了男生 那邊結了女生 對 對 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 多少的 對 像男性的 說話 那是多少像女生的 那是 對 那 那等一下 還有 還有 好